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三角梅皮势好养 大家都喜欢在家里养制一盘三角梅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三角梅的扦插方法 我们选取没有病成害的健康的三角梅枝条 下刀切45度斜口 长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如果棒棒糖就可以长一点 30-50公分都可以 如果仅仅是盘栽的小一点的三角梅 大概15公分就可以了 这是细的,比较大 大概有15公分左右 这边是准备扦插棒棒糖的 大概有40-50公分 然后我们用生干粉兑水 浸泡半个小时 不用时间长了 如果时间太久,反而兑这个枝条不利 现在我来给大家讲一下三角梅 签插用的土咱样配置 使用三份的淘炭土 加一份摘住盐 然后搅拌均匀 我们一定要搅拌均匀 我们如果有营养膊 就用这个营养膊 如果没有营养膊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一次性杯 把这个杯底打上孔 旁边也打上孔 这样可有利于透水透气 我们把刚才打好孔的杯子 装满这个配置好的土 不要按压 拍一下就可以 让它紧实 我们把带有斜口的这一端 插入这个杯中 插入这个杯子大概3分之2就可以了 不要插到最底 3分之2处就可以 好了 我们已经全部插好了 插好了之后呢 最后我们用这个 白卷青 或者是多卷零的 1000杯叶 给它浇透 做一个刹卷处理 这样呢 就不容易黑干 撑火率高一点 把它放在 散射光的地方养护 大概20天左右 就可以生根 一个多月 大概40天 就可以移栽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